大家好 最近呢,琢磨着换一张信用卡 折腾了半天,选了一张三井之友的金卡 全称叫做 Mitsui Sumitomo Cardo Goludo Neveless 注意是带NL的这一款 我感觉这张卡还是挺合适的 今天就介绍一下这张卡,合适在哪儿 首先就是设计 这个颜色是我比较中意的那种颜色 金色和绿色的感觉有一种 稻田生长成熟的那种很自然的感觉 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张卡上是没有这个讯卡号码的 卡背面也没有这个验证码 这个设计呢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之前呢有看到过相关新闻 说这个收音台工作人员呢 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 在给客户结账的时候呢 就背下来这个顾客的这个信卡信息 然后在网上去盗刷顾客信卡的这个新闻 其实我们大家除了在网购之外呢 大部分时间是用不上这个卡号和验证码的 所以这种无号码的设计啊 就直接解决了我在这个安全层面上的顾虑啊 如果需要卡号和验证码的话呢 随时可以在三井猪友的专用APP上 叫VPass这个APP上呢去随时查看啊 顺带一提啊 这个VPass这个信用卡的APP呢 是我用过所有信用卡APP里面啊 提示消费通知来的最快的一个啊 基本上上完这张卡几分钟之后 才知道啊 还要是真有人盗刷的话啊 估计这个豪华赛都凉了啊 再来就是这个年费 我一直以来呢都是用的普通卡啊 用过这个金卡 因为这个日本的金卡呢 大部分都是需要交1万日元左右的年费啊 少得也有几千日元 虽然说有的个别的卡片啊 满足一定条件之后是可以免年费的 但是这种的非常的少啊 而且还总要想着有这个啊 条件这个事儿 而三井这张卡呢 卡的年费是5500日元 但是在4月30号之前申请的话呢 首年度是免年费的 这个活动我感觉应该会延长吧 最重要的是啊 如果在这个申请卡之后一年之内 如果消费的金额在100万日元以上的话呢 在之后这张卡啊就没有年费了啊 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免年费 这边呢还有这个三井住友的这个例子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积分啊 这张卡的积分还原率呢是0.5% 也就是说每消费200日元给一个积分 一个积分呢相当于是一日元 乍看之下呢感觉是比较少的啊 因为乐天信用卡之类的都是1%的还原率啊 但是呢这个卡的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这个每年使用金额超过100万日元以上之后呢 啊除了这个年费可以免之外呢 还会额外赠送1万整的积分 也就是说呢每年在一定条件下啊 刚刚好使用100万日元的话呢是最合适的啊 这个时候这个积分还原率是1.5%啊 这个的话呢就还是比较高的了啊 另外呢在这个311全家罗森和麦当劳 这些店铺用这个卡片的非接触式支付啊 就是那种啊Visa Touch 就直接拿这个卡去贴的那个支付方式啊 这个积分的还原率是5% 如果给家人办了这个金卡的副卡的话呢 还有外外的加成 所以说常去便利店的人还是挺合适的啊 另外这个SBI证券呢和这张卡还有这个联动的活动 如果在这个SBI证券上定投基金的时候 如果选择这张卡片去支付的话呢 还有这个1%的积分还原啊 如果不从消费的角度上 纯粹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呢 1%的还原还是不低了 三井的这张卡给的积分是Vpoint 你如果觉得在三井的这个生态里面 这个Vpoint没有什么用的话呢 你也可以兑换成其他的积分啊或者是阿纳里程 顺带一提啊 我在网站上看到过有人在这个日本的某些积分网站上啊 去跳转再申请这些信用卡的话呢 是有一些其他的积分还原的 不过我不确定安不安全啊 我没有采取这种方式 有了解这些网站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啊 然后呢就是一些其他的特点 像这个金卡的机场休息室的服务 后机的时候呢 可以在休息室里面吃点小米干什么的啊 还有就是呢这张卡也附送了这个旅行伤害保险和购物保险 卡片呢大概就是这些信息了 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呢 马上就应该就能反应过来啊 你一年能不能消费100万啊 才是需不需要办这张卡的关键啊 如果用不到100万的话 根本没有必要去申请这张卡了啊 因为这张卡门槛比较低 学生也可以申请 并且啊还有额外的积分优待 所以在日本挺有人气的啊 最近在网上 在推特上面呢 还有这个100万日元修行的话题啊 专门针对这张卡的 这100万日元修行呢 有一些注意事项 因为有一些消费呢是对象外的 不会计算到这100万日元的额度里 三井呢专门有一个网页去介绍这些信息啊 除了一些极少的情况之外呢 使用paypay之类的这种二维码支付 或者是applepay啊或者是线上购物呢 都是基础额度的啊 这其中呢其实有一些曲线救过的方式啊 我分享一下我实际的使用经验 首先呢是一年能不能用够100万日元啊 这一点上啊 其实大家不用有过多的担心 因为即使是用不了啊 也是可以预存起来的啊 只要在期限内先消费信用卡 去换一些预付的金额先存起来 以后有需求的再消费也是可以的 在对象消费方式里面啊 有aupay 亚马逊gift卡 还有这个kbyash和mi和missim这几种啊 都是可以这个预付存储金额的钱包类型的APP啊 第二点呢就是可以交各种的水电费 或者是税金的单子 在刚才说到的这些钱包应用呢 我最常用的是aupay啊 顺带提一下啊 我申请的是万事达的卡啊 是可以直接在aupay充值了 如果选visa卡的话呢 我不确定啊 可不可以直接在aupay去充值啊 这个aupay呢 可以使用的范围就非常广啊 各种的商场便器店便利店啊 都可以用 并且呢除了可以拿到信用卡的几分 在消费钱包里的金额的时候呢 还会额外给0.5%的膨塌几分 还可以在线购物啊什么的 使用途径非常多啊 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能交单子 东京东地区呢使用aupay 不光是可以交水电费 轻自动车税固定资产税 国民健康保险料啊 住民税啊这些都是可以交的啊 如果说有一些保险 国民年金或者是一些购物网站的单子 需要去便利店交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先用信用卡充值到啊 米西M 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米西M的Apple Pay的功能呢 充值到这个Apple Pay的Nanoco里面 然后再用手机版的这个Nanoco呢 再去这个7-11去交这个单子就没有问题了啊 另外提一下呢是通过米西M的Apple Pay功能呢 也是可以给手机的交通卡充值的啊 就是手机版的西瓜卡或者pasmo之类的 所以呢一个月的水费电费燃气费 光纤宽带费手机费 再加上这个交通卡的定期券之类的啊 应该就有4万日元左右了啊 如果是个人事业主的话呢 是需要自己交赘的这种情况呢 这种住民税国民年金健康保险 加上这个固定资产自动车税之类的话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啊 综上所述呢 我觉得三景住友的这张金卡啊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啊 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可以作为主卡使用的信用卡啊 那好的 今天关于三景这张卡的介绍就到这儿了 我们回头见